尼西亚南达大家好,我是曼尼西亚南达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新都教大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尼西亚南达帕尔曼西沃上师 怎么去和自己身边的人圆满呢 像今天有一个母亲在跟我讲她的担忧 她说她的孩子呢 总是让她觉得不沉稳 不够成熟 无法真正的去扎根人生 建立人生这样 她总是在自己的内心有非常多的忧愁 和这个牵挂这样 她不知道怎么去帮自己的孩子 通过三眼呢 帮她扫描的时候 看到大师给她的揭示呢 就是 这个世界不是真实存在的 所有的一切呢 都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显化 包括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一个人 都是我们内心一个维度的化身这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 这个世界没有真实的存在 只有我们的内心是 最有一切的源头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看待我的女儿 比如说这个信众 她为什么会这样看待她的女儿 就因为她的内心本身有焦虑 有这个 放不下的这个 可以说是恐惧或者担忧这样 所以呢 她需要做的 是要和她的这个 内心的放不下恐惧和担忧的 这个感受去圆满 而不是其他的帮助她女儿的方法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身边的人有问题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身边的人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反射 就我的心中有对一些事情的问题 才会反射在这些人的身上 他们就是我们的镜子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外界有问题 我们就知道是内心出了问题 那就要首先去通过圆满的方法 把自己内心的这个焦虑情绪 或者是任何这个人代表的这个情绪呢 反射出这个情绪呢 在我们自己内心先去圆满 这样自然而然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世界不一样 这些人在我们面前 跟我们的直接的关系呢就改变了 比如说我们之前是非常痛恨她 比如说你有敌人 那么你觉得她是最不可领遇的 最让你头疼的 做任何事情都跟你对着干的这样的一个敌人 你要首先去看到 她在你的心中反射到 你的内心是什么样的 这个有一片空间是怎么样的 就比如说对人的不信任 或者是对人的这个仇恨和厌恶 甚至是恐惧这样 那么你首先要去圆满这些情绪 产生这些情绪的源头 比如说在你的小的时候 你走丢了 然后呢你被人 这个街头的人去 这个 去欺负你啊 或者是威胁你 然后你就对人有很多的恶意这样 那么你要首先去圆满这些事件 然后你才能够 在圆满之后发现 你身边没有任何人让你有恶意了 就这些人突然对你的态度变好了 就是之前让你觉得是敌人的人 他们突然变得非常可爱 这就是事实 这就是圆满的真谛这样 所以大家首先呢 理解这个人生呢是假的 它就是一场戏 我们心中有什么 外界就有什么 所以呢 外界的人给我们造成的任何困扰呢 我们都要去内心找这个根源去圆满 只有这样呢 外在才会有质的变化这样 你就会发现 之前给你困扰这些人的行为突然变了 所以一切就变得更加的完美 更加的圆满这样 这个是解决人生 任何人际关系的真谛 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圆满 在这个基础上 你再去帮助别人 比如说他的女儿 让他觉得不够沉稳 不够成熟这样 这个是一个情感 当他圆满了之后 他才会客观的看到自己的女儿 到底需要什么 就事论事 而不是整体上带一个情绪 去跟他女儿交往 也就是说他女儿在很多事情上 肯定是成熟的 可以面对的 有些时候如果有一些需要他帮助呢 他会清晰的看到呢 每一件事情是不同的 就是在每件事情之上 他可以怎么去处理呢 这个是就事论事 这个才是真正圆满的做法 而不是一直带着这个 你不行 你不可以 你不成熟的这个情绪 去看待他女儿所有的事情 这个就是不圆满这样 大家明白吗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 跟圆满相关 或者人际关系相关的问题 或者其他的财富健康相关的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跟Makalassa联系这样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当然最好的解决人生 所有问题的方法呢 就是来参加我们的Paramershow 我们的课程 像我刚才讲了这个方式 和看人生的方法 以及三眼显化 超能力显化的这些技术呢 全都在这个课程中有教授的 所以在上完课之后 你也可以像我这样 去帮人解决问题 帮自己解决所有人生的卡点这样 这不是很好吗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叮叹叹